有一位美国妈妈,某天晚上收到了宝宝监控器的跳出通知,提醒她婴儿床有一场。 当时她以为是她几个月大的女儿在床上乱动,但当她打开监控器的画面时,却经见婴儿床上有一团黑影,原来是家里的小黑猫。 小黑猫露娜跳上婴儿床,轻密地靠在宝宝身边,并用双手轻轻踩踏并蹭着小宝宝。 宝宝小凯莉毫不排斥猫咪的亲近,凯莉还刚好伸出小手抓住了露娜的手,彼此之间的好感情自然流露。 这个画面让妈妈看了感到十分暖心,不过因为没有成人在旁看顾,所以妈妈让她去和年长的孩子一起睡,等到隔天早上再让猫咪和宝宝继续互动。 妈妈也表示,露娜是从动物收容所领养回来的小猫。 当她第一次来到家中,便与小凯莉立刻成为最好的朋友,从此形影不离,彼此之间感情非常要好。 母亲笑说,露娜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点像是小凯莉的猫,无论它们在哪里,露娜总是陪伴在宝宝身边。 此外,只要有人叫出小凯莉,露娜也会跟着喵喵叫,而小凯莉则是一看到露娜就会开心地露出笑容。 目前,小凯莉已经渐渐长大,成长为正在学走路的幼儿,不过她和露娜的友谊却始终如一,甚至更加密不可分。 感情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呢。 有了猫咪的陪伴下,就像多了一位小保姆在旁照顾,这将为她们的人生体验带来更多的幸福。 主人,你快看,以后是不是可以省下保姆费了。 这两位还不想睡觉的小朋友,好像知道自己很可爱。 我猜想,父母可能永远都不会了解,我为了家中的孩子,已经付出了多少。 狗狗不能保证陪你一辈子,但他会用他的一生保护着他。 镜头记录下,猫妈妈上班前的忙碌情况,主人轮到你照顾了,我还赶着出门工作呢。 每个人都有想要冒险的时候,但在成功之前,总是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旁边那位傻瓜奴才,怎敢在那看戏,还不快来救驾。 有时候,在婚姻里不被爱的,才是那位小三,谁都抵挡不了猫咪的魅力。 看着家中狗狗,温柔地对待宝宝,随时保护着我的宝贝,让人非常有安全感。 猫还是我们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,有好东西,当然要分享。 看着宝宝和猫咪的互动超有爱,不知不觉快要被他们可爱的模样融化了。 孩子的哭声,吸引猫咪的注意,让他都忘记要伪装了,被吓得现出人形。 世间万物皆有情,农场里帅气高大的马,温柔且小心翼翼接触宝宝的举动,看了令人动容。 遇到小孩突然地哭闹,二哈懂得很聪明地应对。 热情地拥抱猫咪,但眼神无声地求助,就像是在说完蛋了,我的身体已经不干净了。 猫黄表示,确认过眼神,我想我遇上对的人。 有些人年纪轻轻,就十分有作为,有着自己的团队。 小男孩从小就学会了,召唤马的魔法,听到呼唤毫不犹豫地奔向小主人。 听到这笑声,我以为是机器发动呢,有时候会很羡慕,小孩子单纯地快乐。 原本妈妈以为只有小女孩学会了才艺,但一旁的猫咪也配合节奏跳起了popping。 在游泳池旁美好的夏日时光,就要与好兄弟开心度过。 遇到热情爱撒娇的猫咪,主动投怀送抱,谁还能忍住。 活泼好动的二哈,碰到家中顽皮的小霸王,心中却非常平静,展现了二哈意外温柔的一面。 黄金猎犬就是人人好,虽然表情很不甘愿,反而会想要更疼惜她。 看得出来,猫咪对哥哥的爱,一点都不比她少。 猫咪充满困惑的触碰宝宝,过程中疑似接收到喵母星的电波讯号干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